而選戰的意外現場要來直擊 在桃園東門里 在這邊前里長趙世縣 他在幫他的同樣東門里的里長候選人 郭水惠來站臺助選的時候 突然疑似是心臟病發 講完話之後就直接倒地不起 送醫搶救仍然宣告不治 才剛講完話 接過水果籃後下一秒無預警倒地不起 嚇壞現場所有工作人員趕緊叫救護車急救 趕緊 趕緊 去救護車 原警在一旁協助指揮交通救護車 趕緊現場十萬火急 將這名昏倒的男子送往醫院救治 不過最後人回天乏術 而他就是桃園區東門里前里長趙世縣 我來愛護這些弱勢團體 我來愛護這些孩子 我來照顧這些老團 國學會剛才有這個議員 剛才跟我的心態上一樣的意思 我希望大家回東山 十三號早上十點多已故前里長趙世縣 幫東門里里長候選人郭雪惠站臺助選 不了在臺上賣力助選後疑似心臟病發作 突然昏倒 在救護車到達時仍有呼吸心跳 送往醫院後繼續插管維生 可惜到了晚上九點多人宣告不治 桃園里長選戰不幸發生憨事 候選人郭雪惠也在臉書哀悼 希望未來能用盛選告慰老里長 記者洪小璇王小華桃園報導 發生日文